这一节我们告诉各位 什么是面积惯性矩的定义 然后平行轴定理 以及让各位了解平行轴定理 以及能了解 如何有一个面积是由几个简单的几何形状所构成 怎么样计算这个面积对特定轴的面积惯性矩 然后怎么样找到任何一个面积 它的最大的面积惯性矩跟最小的面积惯 以及所谓的主面积惯性矩 以及怎么样找到对应主惯性矩的那个轴 它跟原来X轴的转动角度 那是九字一节 我们跟各位所说的 然后下面第二节我们谈到质量惯性矩 了解了面积惯性矩 质量惯性矩会变得简单的多 我们现在继续跟各位介绍第二节质量惯性矩 这个是你们在动力学比较会用到的 它的跟面积惯性矩非常像 只是变成三个 就像假设有一个物体 让这个AA-plung轴在转动 那我们就说I的AA-plung 对这个轴的 记住面积惯性矩跟质量惯性矩符号都是I 所以到底是面积还是质量惯性矩 你们有时候要注意看一下文章所讲的 文字所讲的 所以那我们就说IAA-plung把它叫做面积惯性矩 也就是面积到这个轴的距离平方 对这个质量的这个小质量到这个轴的距离平方 然后对质量的积分R平方Dm 然后 所以我们说IAA-plung等于我的质量滚性矩 等于R平方Dm 就是小质量 到这个轴的距离平方 然后对这个质量的积分 记住Dm刚刚讲的等于密度乘上Dv 所以这是一个三维的 这本身算是一个三维的积分 然后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会有一个转动半径K 这个转动半径就相等于我们假设 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某一点 绕着这个轴转动 效果是一样的 那这个这个点到这个轴的就是K 所以我们的质量惯性就转动半径一样 也就是说IAA-plung等于K平方 乘上总质量 而IAA-k存上总质量 或者说K是我的质量惯性矩 质量惯性矩 除上我的质量 开根号 所以你们仔细回忆 这边的定义跟面积惯性非常像 只是一个是面积 一个是质量 然后一般来讲 在动力学里面质量惯性矩的差别是 你们这样在动力学会学到 如果质量惯性 这个物体对质量 对这个轴的质量惯性矩越大 你们会发现 它在转动时候产生的脚加速度会越小 那家动力学会学到 质量惯性矩越大 脚加速度会越小 也就等于说它的转动会越慢 同样的道理 这个质量惯性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跟物体的形状有关 跟这个轴 跟本身的这个轴的方位也是有关 所以它也会有一个轴产生的值最大 有一个轴产生的值会最小 那如果我们现在这边 我们刚才讲的是对面一轴 假定我们现在这个物体 有一个O XYZ O是任意点 XYZ就是直角坐标 对X轴的面积 那个质量惯性矩 就是等于Y平方加Z平方乘上DM 因为小质量到X轴的距离 是等于到X轴的距离平方 小小的DM到X轴的距离平方 等于Y平方加Z平方 到Y轴的距离平方 等于X平方加Z平方 到Z轴的距离平方 等于X平方加Y平方 所以分别针对XYZ三个轴的 质量惯性矩性矩的定义 如这个式子所显示 然后质量惯性矩 它的单位 因为是 这个就不是长度的四次方 它是距离的平方乘上质量 所以它的单位是公斤 乘上公尺平方 或公斤乘上mm平方 可是转动半径的单位 还是长度 没有变 所以质量惯性矩 跟面积惯性矩 有一个不一样 它的单位不太一样 不要搞混 面积惯性矩 是距离的四次方 就长度的四次方 质量惯性矩 是质量乘上长度的平方 那我们现在看 右下角这个图 O XYZ 就是一个任意坐标系统 G X' Y' Z' G 是重心 就是圆点在重心的 一个平行轴的坐标系统 X X' 平行 YY' 平行 Z G' 平行 只是X' Y' Z' 的圆点是在重心 然后O是一个任意点 那我们假设 针对O XYZ 坐标系统来讲 重心 起合重心的坐标 就是X' Y' Z' 所以针对DM来讲 任何一个小质量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X就是等于X'加X' Y'等于Y'加Y' Z'等于Z'加Z' 这里面我再强调 X Y' Z'就是DM 它在XY'的坐标 X' Y' Z'是DM在G X' Y' Z'的坐标 X' Y' Z'是重心 在原来的O XYZ 坐标系统的坐标 那我们现在来看 事实上是非常类似 假设我们要找对X轴的质量惯性距 那依据我们刚刚的定义 就是等于Y'加Z' Z'平方DM 可是Y'呢 是等于Y'加Y' Z'平方等于Z'加Z'的平方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平方 通通展开来 第一项有一个Y'平方 第二项有一个Z'平方 我把它加在一起 变成第一项 所以第一项变成Y'平方 加Z'平方的DM 然后第一个再下来 这边的平方向Y'加Y' 有一个两倍的 两倍的Y'平方 Y'DM 因为Y'是固定 所以我把Y'平方 变成两倍的Y' 乘上Y'对DM的计分 同样的Z'加Z' 也有一个两倍的Z'乘上Z'平方DM 我还是要把两倍的Z'提出来 变成两倍的Z'乘上Z'平方DM的积分 最后呢 就是Y'平方加Z'平方乘上DM 等号右边变成四个积分 然后第一个积分是 很明显 就是变成 第一个积分是 就是相等于这个质量 对X'轴的贯性距 所以等于IX'帕帕帕 我再强调 上面加的一横代表 它是通过重心的 X'轴的贯性距 跟刚刚一样 Y'DM 就等于Y'帕帕帕 乘上总质量 而Y'帕帕帕是0 所以第二项是0 同样的道理 第三个积分项也是0 那第四个积分项DM就等于总共的质量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了这个结果 得到这个结果 也就是对X轴的贯性距 等于对X'帕帕帕帕 dare 的贯量惯性剂 加上总共的质量 乘上y bar平方 加z bar平方 那你们仔细看 y bar平方加z bar平方 不就是等于 我x bar平方 跟x轴 之间的距离平方 y bar平方 加z bar平方 等于x轴 跟x bar平方的距离平方 所以这个公式还是一样 i x等于一个对x轴的质量惯性剂 i x bar 是等于对通过直行的 平行轴的质量惯性剂 然后加上m乘上 两个轴之间的距离平方 同样的道理 我们针对 i y bar i y轴跟i z轴 都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而第二个公式里面 i y跟y bar 那个m乘上x平方 x bar平方加z bar平方 就是y跟y轴的距离 第三个公式里面的x bar平方加y bar平方 等于z跟z普浪轴的距离 所以这个这三个公式都告诉我们 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平行轴定理 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一个物体 对一个任意轴 AA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等于这个物体对通过它的直行 的平行轴 BB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加上m乘上d平方 这边的d是指的两个轴之间的距离平方 只是因为这是三维的 所以两个轴之间的距离平方要注意 如果它们是这样子很好算 是斜的就要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因此质量惯性剂的平行轴定理 跟面积惯性剂的平行轴定理 基本上来讲是一模一样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它的转动半径带进去 结果也是一样 好 到这边为止 我们介绍了质量惯性剂 质量惯性剂的转动半径 跟质量惯性座的平行轴定理 基本上 它跟我们前面讲的面积惯性剂 非常类似 除了单位不一样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面积惯性剂 跟质量惯性剂 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有一点关联 那在什么情况 像你们看的 就是这个情况 甲地下有个物体是薄板 所谓的薄板指的是 它的厚度非常的小 我们假设厚度是圆小于1 非常薄的薄板 厚度圆小于1 但是这个厚度是均匀的 整个板子的厚度是均匀的 考虑有一个物体 是个薄板 厚度 你们要讲一种怎么样 厚度非常的小 假设厚度圆小于1 但是厚度是均匀的 而且这个薄板的密度 也是厚度也是均匀的 这个薄板各点的密度 弱都一样 所以考虑一个薄板 t圆小于1 t跟弱都是常数 然后针对这个薄板的表面 我们有一个AA普浪轴 那你们看我们这边讲的 对AA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我们写成IAA普浪 KarmaMath 指的是质量惯性剂 依照这个上面来讲 等于这个上面所写的 R平方 DM 这个R指的是小质量 到AA普浪的距离 小质量 到AA普浪的距离 所以是等于 等于R平方 乘上DM 可是因为R跟T DM就是等于RT乘上DA 我写这边好了 因为T乘以DA就是DV 就是体积 再乘以R就是质量 所以质量等于厚度 乘上密度 乘上DA 但是因为R跟T是Constant 我可以提出来 所以变成R乘以T 再乘上R平方DA 可是R平方DA 不就是等于 这个面积 这个物体的面积 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剂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了这个公式 对AA普浪轴 这个对AA普浪轴 对这个薄板 AA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等于这个薄板的表面积 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剂 乘上厚度乘以T 这就是一个薄板 很薄的薄板 均匀的薄板 它的表面积 对面积惯性剂 跟它的质量惯性剂 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知道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剂 我就可以马上 得到 对AA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只要乘上厚度跟密度 同样的道理 对一个垂直轴 BB普浪轴 我们有类似的结果 对BB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也等于对BB普浪轴的面积惯性剂 乘上厚度 乘上密度 然后我们再考虑第三个轴 你们看 就是垂直于AA普浪跟BB普浪 这个平面的轴 CC普浪 那我们的I的CC普浪呢 依照这边来讲 因为I的CC普浪 还是可以等于R平方乘以Dm 可是这R平方 等于这边的RA平方 加上RB平方 所以对CC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本来我们说等于R平方Dm 也可以等于RT乘上R平方DA 等于RT乘上R平方 就是我们的面积惯性剂 可是这个R平方DA呢 可以就分成 很明显 一个是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剂 再加上对BB普浪轴的面积惯性剂 因此最后的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 对CC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等于AA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加BB普浪轴质量惯性剂 什么意思呢 如果这是一个薄板 我对这个垂直轴的质量惯性剂 加上对这个水平轴的质量惯性剂 就等于这个轴的质量惯性剂 这是薄板才有这个 厚板不会啊 如果这个板子厚度很厚不可能 只有很薄的薄板 也就是说我们有三个轴 你们把AA普浪 当那个X轴 BB普浪当Y轴 C普浪就当Z轴 也就是说对X轴的质量惯性剂 加对Y轴的质量惯性剂 等于对Z轴的质量惯性剂 类似这个意思 但是我在强调这个公式 这个质量惯性剂 这个公式仅限于很薄的薄板 而且密度跟厚度要均匀 才适用 这样的话我们要找质量惯性剂 会容易一点点 我们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你们现在看 这边就是一个长方形的薄板 所谓的薄板指的就是厚度 我不考虑了 厚度我不考虑 那它的宽度就是 横的长度是A 重的长度是B 那我们看 针对AA普浪轴 它的质量惯性剂 大家看 等于 整个这个薄板 对AA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依照我们刚刚讲法 等于若乘以T 乘上对AA普浪轴的面积惯性剂 那它的面积惯性剂 就十二分之一的A三次方乘以B 我们刚才叫各位贝的 所以等于若乘以T 乘上十二分之一的A三次方乘以B 但是A乘以B是面积 乘以若乘以T等于厚度 所以这个结果又等于十二分之一的M A平方 所以我们知道 薄板对AA轴的质量惯性剂 就等于十二分之一的质量M 乘上A平方 就这样子 那这个推导就变得很简单 我不要重新再做积分 十二分之一的M 乘上A平方 同样的道理 对BB普浪轴的质量惯性剂 就是等于十二分之M 乘以B平方 那对CC普浪轴呢 就两个相加 十二分之一M 乘以A平方加B平方 这只是告诉各位 面积惯性剂 跟质量惯性的关系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针对这个圆盘也是 圆盘我们刚刚讲过 对AA普浪轴的面积 质量惯性剂 等于若乘以T 乘上对AA普浪轴的面积贯性剂 那就是四分之一的πR四次方 可是我们知道 πR平方乘以若乘以T 等于质量 所以最后等于 对AA普浪轴的质量 等于四分之一的M 乘以R平方 也等于对BB普浪轴的质量 贯性剂 那对CD普浪呢 就两个相加 变成了二分之一的M 乘上R平方 我们刚刚介绍了质量惯性剂 也跟各位介绍了 在薄板的状况之下 质量惯性剂跟面积惯性剂 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像我们讲的 一般来讲 算质量惯性剂 应该是用到一个三重积分 就R平方DM 或者是双重积分 就是若乘以T 乘上R平方DA 从面积惯性来算 理论是这样子 但还是一样 这也不是我们这个小节的重点 我们的重点呢 还是一样 如果你知道一个几何物体 它是有几个常见的几何物体 所形成的话 我们知道这些几何物体 对某些轴的质量惯性剂 我们就可以运用平行轴定理 找出来 分别找出每个小物体 对这个轴的质量惯性剂 然后加在一起 或是相减 这边就是几个常见的几何物体 对某些轴的质量惯性剂 好消息是 这个表不像刚刚的那个表 这个表你们没有一个要背的 这个表真的要用到 不管什么考试都会提供给各位 但是你们用这个表呢 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点就要注意 这个每一个表都有给你 针对某一组XYZ轴的质量惯性剂 你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到 它的XYZ轴 跟你题目XYZ轴一不一样 有时候不是完全同样的方位 你们要带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带错了 等下有个例题就会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一模一样的方位 所以你们带的时候要小心 也就是说这个表格上的X轴 可能是你题目上的Y轴 所以你们带这个表的时候 第一点要小心 看清楚题目的X 你要把题目的XYZ轴 在里面要给它转换一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几个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这个叫做一个细感 这个叫圆柱 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因为我们讲过细感 指的就是我忽略的半径 所以你们仔细看 你把这个圆柱里面的A 半径都假设为0 这个公式就会变成这边的 你们看这两个 你把右边圆柱的公式里面的A 都把它当做0 那它的结果就会变成左边那个细感 所以你们一看到一个圆柱系 你们要弄清楚 题目是叫细感 还是叫一个Rod 还是叫Sling的 也就是说半径要不要考虑进去 如果题目有给你半径 你不管多小 你一定要用这个公式 题目如果给你的 没有给半径 就要用这个公式 你们不要直接看图形出还细 主要就看有没有给你半径 这是一个 同样的 这两个也是一样 这个博板 这个是叫做长方体 你们仔细看 你把这个公式里面的C 都当做等于0 就变成上面的公式 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题目给你一个 好像是一个板直的形状 你要看他们给你那个厚度 有给厚度 就要把它当做长方体 没有厚度 当做上面这一个 那当然 博板跟圆柱 跟圆球 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所以你们在带着公式的时候 我再讲两点 一个要注意坐标 题目的坐标 跟这个所给的坐标 一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去分清楚 如阿德跟西令的 薄板跟长方体 但是我在想 这个不像我们刚刚九字一节 所讲的 九字一节的长方形 跟圆形的要背 半圆形的也要背 但是这个统统不要背 那就像我们讲的 如果一个物体 是好几个简单的 几个物体构成 整个物体对任何一个轴的 质量惯性距 等于是每一个物体 对那个轴的质量惯性距 不要忘了平行轴地理 千万不要忘掉 OK 然后加 相加起来 因为我们只要 这个里面 基本上 它的轴 都是通过重心的轴 都是通过重心的轴 那我们现在看一个例题 这是你们课本上 第九章的第十二个例题 你有很多例题都是用积分的 那个就参考一下就好 它这个物体呢 这个机械元件 有三个零件 一个长方形长方体 是50mm 乘50mm 乘150mm 加上两个圆柱 两个圆柱的半径 都是25 就直径都是50mm 长是75mm 依照这样的形状 摆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看 这个的圆柱的中心点 到X轴的距离是50 这是正确的 然后我知道 整个这个结构的密度是多少 那它为我们这个机械元件 分别对X轴 Y轴跟Z轴的质量惯性区 做这很简单 这是一个长方体加两个圆柱 我们就分别找出来 长方体跟这两个圆柱 分别对X轴 Y轴 Z轴的质量惯性区 然后加在一起就好 因为通通是相加 就这么简单 第一个 要算质量惯性区 我们刚才都知道质量冠军 依照我们刚才讲的例子 都是等于一个质量 再乘上一些几何尺寸 所以我们第一步 要先找质量 质量 第一个 我们先看长方体的质量 就是体积层密度 因为这边要注意 因为我们前面给的密度 单位是每立方公尺 OK 是公斤乘上每 除以每立方公尺 右边的尺寸都是millimeter 所以我为了算 我的体积要算成 要转化成公尺 因此我长方体的质量 不是50乘50乘150乘0.05乘0.05乘0.15 再乘上它的密度 得到了它的长方体质量 圆柱呢 也是一样 面积 π乘上0.025的平方 再乘上长度 0.075 再乘上它的密度 换成多少公斤 好 长方体 跟圆柱的质量 我通通知道了 长方体prince 我们就是MP 圆柱呢 我们就用C来代替 我们接着来计算 长方体分别对 XYZ的质量惯性具 那我把刚刚那个表 这是刚刚那个表 所以你们现在仔细看 以相对来讲 这个表的XYZ跟长方体 因为很好 长方体的这XYZ 刚好就是经过 我这个长方体的重心 所以我们倒不要用平行轴定拟 但是不幸的是 那个表格上 跟这个 跟我们这个图 XYZ轴 明显你们就看出来 有点不一样 所以很容易搞错 但是你们仔细看 其实长方体的很好记 你们看这个图上 先看这个图 它的IX是等于什么 等于12分之一的M B平方加C平方 但你们仔细看 它的BC 不就是X轴的垂直那个面 面积的两端 它的道理 这个表格上的I sub Y 是12分之一的A平方加C平方 可是AC呢 你们看 是不是它Y轴的垂直面 的两个边长 然后I Z呢 等于12分之A平方加B平方 AB呢 是Z的垂直面 的边长平方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针对一个长方体来讲 它对任何一个轴 通过直星的任何一个轴的质量 惯性距都是等于12分之一的 等于它12分之一的M 12分之一的M 乘上它垂直的那个平面 边长的平方和 因此长方体的 虽然我叫各位不要记 要记 也不难 因此 第一个 所以针对上面的这个长方体 它的X轴跟Z轴 垂直的那个面积 边长都一样 都是150跟50 所以我们这边写I sub X 跟I sub Z 就对X轴和逆轴的质量惯性距 就是等于12分之一的M 乘上0.05的平方 加0.075的平方 把上面的MP带进去 我们就算出来了 同样的道理 那就是IX跟IZ 同样的道理 对Y轴呢 Y轴的垂直的面 边长是50乘50 所以12分之一M 乘上0.05的平方 再加上0.05的平方 因此这个长方体 分别对XYZ轴的质量惯性距 我们就算出来了 还蛮简单的 下面 我们要算圆柱 那圆柱的好消息是 这个圆柱的形状 跟这个表格呢 方位刚好一样 所以他们的XYZ轴 它的XYZ跟这个XYZ 刚好都互相平行 所以这边的好消息是 这个圆柱的公式 我可以直接带 那第一个 我们先来算 这个圆柱的I sub X 对X轴的质量惯性距 依照这个表 对X轴的质量惯性 是1 2分之1MA平方 所以我们这个2分之1MA平方 还要再加上 平行轴地理 就是这个圆柱的直径M 乘上 我这边所谓的Y bar平方 它这边的Y bar平方 指的就是 这边的圆柱 假设把这个圆柱 这个圆柱搬过去 这边的Xプラン 跟这个X轴之间的距离 那刚好是垂直的 所以它之间的距离平方 事实上就是0.05的平方 那我把这个公式 你们M提出来 所以变成 等于质量是M乘上 括号2分之1的A平方 再加上Y bar平方 然后 它的A 就是圆柱的半径 圆柱的半径 所以是0.025的平方 然后它的距离是0.05的平方 我们就到I sub X 然后I sub Y 对Y的质量惯性距 像这讲的 12分之1的M乘上3A平方 再加上L平方 是总长度 然后还要加上面积 那个平行轴地理 就是M乘上 相等于这边中心点的Y轴 Y Plante 轴 跟这个Y轴的距离 这个距离你们看是多少 75的一半 再加25是62.5 所以我们把M也是一样提出来 所以I sub Y 是等于我的M 就总共的原来的原住质量 然后乘上 12分之1的 括号3A平方 A就是0.025 再加L平方 是0.075的平方 最后再加上 两个Y Y Plante 跟Y轴之间的距离 0.0625的平方 记得我讲Y 就假设把这个柱子 搬到这上面 这个柱子搬到这边 这就Y 跟这的Y轴之间的距离 这就是I sub Y 那I sub Z呢 也是一样 只是Z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到 它的这两个Z轴 不是在同一个 是斜的 所以要等于是 这个距离平方 加这个距离平方 才是这两个Z轴的平方 这个平方呢 就0.0025平方 这边是0.05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一样 12分之一 三倍的A平方 A是0.025 加L平方 L就是0.075 然后再加上 0.0625的平方 加0.05的平方 这就得到I Z 这三个 I X I Y I Z 是上面的这个圆柱 对X Y Z的质量惯性距 可是你们仔细看 因为这两个一个反对称 可是我的距离呢 都是平方 所以这个圆柱 对X Y Z的质量惯性距 跟上面的圆柱 对X Y Z的质量惯性距 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分别不一样的 只有Xプラン跟X的距离 Yプラン跟Yプラン 跟Y轴的距离 一个是正一个是负 可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平方向 所有结果都一样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总共对X轴的质量惯性距 等于 长方体 对X轴的质量惯性距 加上两倍的圆柱 对X轴的质量惯性距 虽然Y轴 Z轴都一样 只要不要计算错 就好 因此 这结束了我们第二个小节 质量惯性距 我再强调 质量惯性距 在动力学会用得到 质量惯性距的定义 跟面积惯性距非常类似 包括它的平行轴定理 以及它球的方式 都很类似 唯一的是这两个单位不一样 而且一个是对质量积分 也就是对体积积分 一个是对面积积分